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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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不是宗教宗教那個人士 我實在是因為工作上有關係 因為我的病人都是私自 大家都是家屬帶來的 私自症的病患 然後我從家屬跟病人互動裡面 才發現其實這個議題 在我們老化的社會其實很重要的 那有一次是衛護部隊 我錄那個私自症的教育影片 他就主題說我們的成年子女 如何照顧老年的父母 後來發現這幾年正風氣下來 然後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我不是要說孝刀中午前面 我是要從一些科學角度來分析說 有沒有孝順有沒有必要 有沒有必要 因為我比較喜歡用哲學性的思考 你說我們不要遵守教條 你經過你消化之後內化之後 你孝順的確是必要的話 你就會很快樂去做 那我們這個標題叫子曰色男 這是故意賣弄一下 這是那個論語裡面的話 等一下會介紹 色男就是色就是合眼悅色 合眼悅色是最困難的 什麼意思呢 孝順的時候合眼悅色是最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悶者的時候 常常看到很多年輕人 子女帶父母來看病 對不對 他說他今天是請假來的 所以覺得這個父母耽誤了他的工作 所以雖然人把父母帶來醫院 瞎少做不來 瞎少做不來 所以表面常見笑到 但是父母其實是感受不好的 感受不好的 因為我是為人子女 我以後也是為人父母 我都想說這裡面其實很多值得探討的議題 那今年呢 今年在台灣是很重要的一年 就106年 我們這個老化人口得到14% 那為什麼這一年特別重要呢 我想我們就老化 我們就成為一個超高年老化國家 這樣的定義是因為 因為我們在講老化的時候 一定同時講到說一少子化 那幾%比率就是算出來的比率 就是說你不是總人口 是佔這個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 那如果說老年人增加很多 但是其他人增加更多的話 那老年人就稀釋掉了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說老化一直上升 一直就是說 那少年都沒有報仇了 都沒有報仇了 如果老人都知道少年很多沒差 所以其實老化的議題很嚴重 才至於說少子化更嚴重 少子化這樣 那現在呢 我發現其實我們用太少花時間 花太早在注意少子化的問題 我現在發現 其實我們現在談很多問題 其實是跟少子化是有關係的 現在說牆動不動就埋怨說 今天找少年人口 找不到什麼 找新的 找不到很好的 其實那天我看一個比較客觀的分析說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 年輕人根本就是太少 年輕人太少啊 所以都笑了 都笑了 那年輕人太少其實都有遞言效應 像我以前在年輕的時候 我在院當住院醫師要值班嘛 然後主治醫師就不用值班 主治醫師掛名值班 但是他沒有直接來醫院 就是我們掛名的 日本人跟誰都說是住院醫師啊 那那個 你如果說家處理不來 你就叫主治醫師 怎麼辦怎麼辦 他就電話給你回顧你 他也不會來醫院 但是等到我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沒有住院醫師喔 所以我一樓車住院醫師 只要一十塊錢啊 就是你年輕人沒有接上來 就沒有人 這工作產給誰 但是醫院一定要有狗 所以這樣 後來發現很多行業都是這樣 少年報告得起來嘛 那這樣的話就很容易 就是說我們的稅積不穩 像今天 昨天在講那個 講年金的問題 我現在這個問題有時候好慘 那就是沒有錢嘛 老型膝蓋有個部分也就是沒有錢 所以這個老化這麼嚴重的時候 一定是年輕人撫養的會越來越嚴重 那所以在老化議題裡面 因為我們說我們老年人 如果照顧自己不要成為人家的負擔 因為是中年就變成兩頭鴨 今天管來有愛奇藝幹嘛愛奇藝 所以這個很多人 因為孝順的關係被壓垮 搞到很孝順目 這個要看精神科 所以我們就來分析一下說 在這樣的時代裡面 我們如何盡孝道 這是2013年的一則新聞 就發生在白河 就是不想她受折磨 夫暴貪妻投水狂 這是就是 鄉下裡面很多就是老夫老妻住在一起 太太是中風 臥床 照不照來現在也受不了 因為這會細細的 那細細的之後 對啊 就是夫妻結婚50多年 育三男二女 目前兩個人與離婚失業的二女兒 住屋同住 靠兩人共7000元的老人 年金及次職每月匯錢1萬元過後 一家人生活的拮据 原來有高血壓糖量病去長期照顧雙腳尾 所以說她患坐輪椅和患性臟病等 患性疾病的其實 有病的照顧有病的 那現在你注意看 我們在講說那個像安養院 那我現在才注意到說有些情況是 我告訴我給你門診 我昨天門診有一個 那個97歲的老病人 以來申請殘障見定 要叫她兒子出來 她兒子77歲 77歲 77歲 三九十七歲 她兒子我自己也要參加 所以做主安養院都是 母子同住 或父子同住 以來申請兩個床 六十幾歲八十幾歲 七十幾歲 九十幾歲 兩個同事做 現在就是老人 照顧老人 或者就是大家 所以我們可能要習慣這種情況 那當然就是 兩年前呢 其實被診斷出有老年失智症 情緒不穩定 常咆哮吵鬧 照顧起來相當累了 相當累了 然後這樣 這個投水以後 能從救上來 救上來的畫面 那你看那個 之女 可能他這個 那這樣的話 我們要怪他不孝順 好像也說不過去 他自己真的是自身難保 那照顧這樣的病人的話 其實要很多高度的知識跟技巧 要動動就被冠上一個 不孝的罪名了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主題了 指下問孝 指下像是 像是說 空子裡面優秀的學生的話 這指下拍前無影拍得上 所以好的學生問的問題 我們就特別留意了 他問的程度比較 那指下問孝的話 他說 空子就很簡單 兩個字色難 他不是說成婚定是不會 因為他程度比較高 那這種悟性比較高 他就可能會答是色難 為什麼這麼說色難 他說 有氏弟子夫妻勞 有酒氏先生賺 如果說你把你的父母 當作一般的長輩 比如說我們在 像我的醫院工作有院長 院長有個長輩 還是說你的老師 你學校讀書是老師 你把你的父母 跟你外面的長輩來做比較 我們對外面的長輩怎麼樣 有氏弟子夫妻勞 院長說 岩主任 幫我開 我沒想到去 他跑下去 就說有氏弟子夫妻勞 有酒氏先生賺 跟院長一起示範 說院長先用 你如果對院長的態度 用這樣來對父母的話 是這個意思 真是以為孝夫 你約了這樣就夠了嗎 媽媽跟你說 明天我掛門診 沒有人帶我去 我過來 有氏夫妻到 然後來的時候 想想說我弄力了 我沒辦法開過 這樣就是笑聲了嗎 我想 我想那個在 空子在兩三天前 就遇見到這種情況 所以不是只有 生理傷 你心裡面要真的達到 心悅成果 很快樂 很快樂 很快樂我們的父母服務 所以我們常說 我們人生與服務為目的 感覺常常服務別人 但是你父母需要服務的時候 會很少做法 我真的看到這種矛盾現象 他可能在醫院當志工 他少年一人 回去對父母是不好的 我們常常說 你把你的最壞的一面 留給你的家人看 然後我在臨場工作 看到你真的是這樣 真的這樣 親近會算狹慢 不是說太熟了 什麼不準確 我說沒有阿姨這樣 我會去對自己太太 對自己先生也是講話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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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重點當然是 色染的色 合液月色很困難 我們來想說 像剛剛講說 一樣帶他來看病 有合液月色跟沒有合液月色 有差嗎 表面上我都帶他來看病 是不是 我去外國人說實驗就很棒 這個實驗就跌覆了我的觀念 就是說表面上做一件工作 你真的想做跟被動想做 在腦裡面反應是不一樣 這個研究是做捐錢 Mirror response to taxation 就是繳稅 繳稅是政府強迫你要繳 跟什麼volentary giving 自動自發的捐獻 等一下再結束了 我們母親姐要搞 幫助一些擔心的 很牛樂捐 一個人一百塊起跳 那自願的上來 這叫自願的 reveal motive 就是動機 就是一個是被動的 強迫捐錢的 一個是樂捐的 表面上都損失了一定的金錢 那在腦裡面有不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那有的是 就是我們覺得有 但是科學這就是把它顯示出 哪裡不一樣 這是一個美國的大學做的研究 叫利他行為 表面上都做好事 你不會是 你我們繳稅也是 政府把稅源拿走 也是建設國家 也是貴國家對不對 那你樂捐也是都錢 錢捐出去叫利他行為 但是我們在分別說這兩組 表面上行為一樣 但是內在動機不一樣 這是被動的主動 那看腦裡面變化都不一樣 那把研究人員分成兩組 一組叫樂捐組 一組叫抽稅組 那每個人呢 都有分配一百塊的美金 就如果你願意做這個實驗 就會得到一百塊美金 然後呢 在實驗進行中裡面 他們會做何時共振 我們台灣可能會做一個電腦 但是在哪裡也出現螢幕 螢幕會出問題 現在呢 有誰呢 需要那個 有困難 你願意 你願意給他嗎 願意捐你 從你裡面的獎金裡面 你做實驗的人 抽一部分錢捐助給這個困難的人 那如果願意的人 那選擇願意的就掉落樂捐組 那另外一組呢 就選擇什麼 他就出現說 現在有一個有困難喔 你必須 你必須捐多少 把你的錢的獎金一半 捐出去幫助這個人 對 做好事就是被強迫 強迫 前段禮拜有一個老師 國小老師 他在班上有學生說 那邊比較弱勢 我都不記得這麼說話 是不是 老師就比班上說 我們班上有同學比較弱勢 但是我們吃營養午餐 共安湯 我們連湯不要吃共安 共安 共安 那就是什麼 發揮同學 要給同學吃 對 那時候 中大要結束的時候 都喝湯而已 共安都在湯底 老師就收起來 我又在FB 你看我們班五愛心 有了 你想想看 那老師是被罵 為什麼 那小孩子 旁邊說都沒有吃共安 你才有的 沒有獨棄 是不是 就不樂之捐 表面上是沒有吃共安 但心裡其實很 很叉叉 是不是 所以呢 所謂的扇形 都出自於低調跟自動自發 那就比較說表面上都捐得淺 但是兩個 腦裡面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好 這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幾個部位 這叫尾盒 這叫阿可博士盒 這叫腦倒 就是腦一些部位 管跟情緒有關的 跟快樂有關的 結果我發現 你看 這一組都是樂捐的 樂捐的會比較快樂 會比較快樂 然後這個 這一個就是 牆後被抽稅的 你看它訊號比較低 它比較強的比較低 所以其實這個研究 算是經典研究 你說 你看一下人 表面做一件事情 它要不是出自自動的話 其實它是不快樂的 就像通通吃共安 因為老師命令 我知道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老師呢 就把這個圖片放上去這樣 所以任何這種行為 這樣都是 就是 大家懂 就是我們不太適合 去主動鼓吹一些價值 那我現在也適得其反 但是這個研究 其實有另外一個解讀 說如果你一定要做一件事的話 你不得不做一件事的情況下的話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快樂的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快樂的 可以等到那個解讀 我就是一定要讀書 但是呢我一直抱著不爽的情緒 你看你也讀書啊 但是你又不爽 但是如果你把讀書想出意義的話 你就變爽 所以每每讀書都讓你讀書加爽 又是讀書加不爽 所以說聰明的人 是把一定要做的事 想出必須讓你快樂的理由 所以就賺到了 好 那我們用這個實驗來解釋 孝道行為 你覺得孝道是不是一定要做的事 對不對 你說反過量的情況說 你媽媽來說 他媽在看房間 你知道了喔 你知道了喔 你說不行不行 我今天哭了 什麼什麼 你心裡面不想是 你會心安嗎 你就是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進入一個必須要做的事 所以你必須找理由讓自己快樂 懂嗎 所以這是我找這個實驗的理由 所以樂捐竹在這些管快樂的地方 是訊號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 所以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看出今天的主義 就是說 一些表面上是強迫的 或是說 道德上那麼有必要的行為 你可以讓它變成快樂的 你可以讓它變成快樂的 那 卡密爾 這是我們的存在主義的大師 他說 幸福呢 不是一切 人還有責任 這句話是名言 是名言 他說我們每個人都說要追求幸福 可是真的人家是 我們都責任要負 很多責任要負 可是卡密爾的時代還沒有讀過腦科學 如果他讀過腦科學 他就說 負了責任也可以幸福 你去把媽媽照顧好 這是責任的 但是你想通道理 他也可以變幸福的 他時代認為說 我們不要一直追求幸福 我們太多要負的責任了 但是很多腦科學是 你可以有心境的轉化 想通意義的話 應該要負的責任可以變幸福 來看這個圖 你就可以理解了 這個圖 可能大家後面看不見 這是古尼國家第一雜誌的最佳攝影 這張圖你們看出 為什麼成為年度最佳攝影 你想想看 為什麼這張圖這麼好 這是兩隻豹對不對 這是一隻母鹿 才好給他他 他的眼神沒有流露出恐懼 不是很篤定 為什麼 為什麼他沒有跑呢 為什麼 他當他被咬的時候 前面兩隻小鹿 很安心地跑掉 那個豹如果在我身上浪費時間 越多的話 他就越不會追他的小鹿 這種父子女是責任 但是這個不得不負的責任 在他眼裡面沒有看到恐懼 另外 你知道嗎 這家慷慨負義 慷慨負義 所以 當你 這個其實在 這個的話叫子宮收縮術 會讓人有充滿幸福感 母愛的感覺 對不對 對 雖然我們家人都會去死 不過以外的死 也讓患得不得 我的子女 更安全的話 這個死 變得很有意義 不是我死 就是人要死 跟我死 所以 那些人 比如說卡米歐的時代 還沒懂這個神經科學 他如果懂的時候 責任跟幸福是可以轉換 是可以轉換 好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那怎麼樣才算是孝 怎麼孝 這個很嚴肅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可以用科學 一點角度來看看 只有問孝 只有一個好學生 他說問什麼叫孝呢 子曰金之孝者 世衛能樣 至於全馬 皆能有樣 不盡何以別 我這個正念樣 我先說 大家傳統的理解說 我們養父母 就是解釋說 我們養父母跟養馬 狗跟馬一樣 狗跟馬一樣 所以要有敬意才能養狗跟馬 其實這樣比喻是不倫不類的 第一 我們只能把養父母比喻成養馬跟狗 這樣是不對的 那樣其實應該說是服務 說金之孝者是為能樣 所以所謂孝孫就是為了我們父母服務 他需要看遍的時候 我帶他過來 叫做能樣 能樣 為什麼呢 因為孔子下來比喻說 至於全馬皆能有樣 你養狗跟馬的話 是你要服務他還是要他服務你 我服務馬跟狗 我們能孝全馬之老 應該全馬孝孝 對不對 為我們孝老嘛 狗為我們看門嘛 馬為我跑得很快嘛 是不是 所以說至於全馬皆能有樣 全馬呢 對我們都能服務我們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對於 我們對我們的父母 就像說全馬之老 那你跟馬跟狗去服侍你的父母的話 他說差別在哪裡 差別沒有禁 馬跟狗侍奉你的時候 會不會有禁意 你有沒有問你家 狗跟馬 抱著尊敬來侍奉你的 不會嘛 他就是被我們訓諒 對不對 你不好好幫我 我就打你 然後我就習慣了 他會尊敬他的主人嘛 說因為我很尊敬主人 所以我必須跟他開門嘛 不會嘛 雖然是孔子裡面再次的顯示出 我們的事奉父母的話 不能只有什麼 表面上的服務啦 要什麼 要敬 不敬 不敬而已別物 你如果沒有抱著敬意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不過哥 你不過哥 對你的父子是孝全馬 知道 他說今天沒看病 我就帶他來看病 他今天講話 我就帶他來看嗎 你不過是應付他而已 你心裡面沒有敬意 所以這也是孔子對於笑的 完全在提高到心理層次的 好 那我們再看第三者 我們這邊只有三者論語 所以大家不要 因為我覺得這三者是很典型的 我們在討論笑道 所以我把它戳出來跟大家討論 宅我 宅我也是 宅我是很聰明的 但是很懶惰的學生 所以宅我我就不做起 對不對 那宅我是一個 比較好高無緣 他極性質的人 那宅我呢 也問說 他跟他的老師說 三年之傷齊已久矣 以前父母過世都要受傷三年 好像三年太久了 你怎麼可能三年不工作呢 對不對 他說 君子三年不為禮 禮必壞 三年不為月必崩 舊骨即末 心骨即生 鑽歲改火 其可一矣 就說你三年不工作 那個 道指都壞掉了 國家制度壞了 我們還要工作 怎麼可能守 守三年 其實這個是很務實的考慮 那等一下會考慮說 如果家裡有濕熱長 長者的話 你要不要離職來照顧他 這個都是 其實我覺得 這個宅我這個問題 其實很務實的 我們為了 為了守三 然後懷念父母對我們的恩情 結果什麼事都不做了 那這樣真的是盡孝嗎 真的是盡孝嗎 你父母那你栽培到讀大學 當醫生幹嘛 結果你父母過世之後 我因為懷念父母 結果我得優異症 怎麼工作不能做 那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所以這問題 其實我覺得問得很好 我們一般有社會的生活要過 但是我父母真的過世之後 這種三年之傷呢 在現在社會呢 符合實際的需要 那孔子沒有直接回答說 對或不對 孔子用 依悔的方式來回答說 食夫到衣夫緊 魚如鞍乎 他只問說 你的父母過世之後 你沒有手傷 或是手傷很短 然後你去工作 你去過正常的生活 你吃飯 穿衣 你會心鞍嗎 你會不會 約鞍 在我說我會心鞍啊 乳鞍則為之 那孔子說那你就心鞍就好啦 所以孔子馬上會心鞍啊 所以這個孔子 這個觀點說 其實孔子是你跟父母之間的 你服務的特殊就是你父母 你父母接受你就好 你就會這樣說你心鞍就好了 你不用在乎別人的眼光 這個其實蠻務實的觀點 服務君子居上 食指不甘 文悅不樂 居處不安 故不為也 今如安 則為之 今天之所以要守傷三年了 是因為你就要去工作 你馬實不滋味 然後腦筋不清楚 在想你的父母 所以 長官教官事情做不好 那還不如說 在守場的時候呢 把心安詳 那如果說呢 你不守傷心眼 那就不用守了啊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重點 孝氏是沒有安心啊 所以我們講到這裡的話 孔子對孝呢 有三個觀點 一個是 是 黑夜夜色 要靜 然後是安 心 就讓自己安心 而不是說應付外面的規矩 可是呢 這個孔子就放馬後套了 然後這個學生一出去之後 宰我出 子曰 於 於呢是宰於 之不仁也 不敢當面罵 他出去就開始罵 以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還 小朋友一出生呢 是沒有生活能力的 對不對 那是誰呢 讓你這樣 這樣子的 那樣幫你微微 味道說 能夠走路呢 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呢 誰呢 你的父母 所以他說 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還 你要三年之還 才能夠 不用一直抱在身上 叫免於父母之還 福三年之上 天下是通常也 我們只不過 因為父母照顧我們 這麼大的恩情 我們只不過用三年 來回味一下 回憶一下這個恩情 這是天下是通常 於也有三年之愛於欺負母 這於呢是宰於 也有三年之愛 他愛他的媽媽 只有愛 的愛呢 難道只有 只夠三年的福 的愛嗎 他媽媽愛他 愛到這麼樣 長大成人 他媽媽過世之後 他懷念他只懷念三年不大 那這樣不是沒有愛心嗎 所以他說 於是不仁也 不仁也 所以我想 這控制這句話 其實影響我們 評斷一個人 如果說 你今天在工作上 工作上 你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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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他是一個不孝的人 不孝的人 你對他評價還怎麼樣 對不對 他有成就 工作力都很強 但是他是一個不孝的人 我想 空子這樣的觀點的話 影響我們判斷一個人 你媽媽從小 這樣那麼無憂無悔 照顧你的人 你就可以不孝 那你對你老闆 你跟他有什麼關係 那他怎麼對你很精忠 所以呢 空子這個觀點就是說 我們說 忠誠出自孝子之門 如果一個人不孝的話 他大概其他品性 都不要太討論了 都假的 都假的 好 那我想 有這些背景之後 我們再討論一下 那現在是要如何來看待這個孝 看待這個孝 我先讓大家來了解一個 這個研究 也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我們剛講說 當你的父母老邁的時候 老邁之後 其實他是需要幫助的人 他是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你看我們去醫院當志工 在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那你的父母也是一個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你把這個孝 如果不要這些大帽子拿掉之後 你只不過是幫助一個 你比較熟悉的人 那幫助有需要嗎 幫助有需要嗎 我們看這個 Helping others Helping others Helps oneself 幫助別人其實是幫助自己 幫助別人其實是幫助自己 Response shift effect in peer support 這個研究怎麼做呢 他是找了72位受試者 那這受試者呢 都得一個比較嚴重 比較多發性硬化症 這種神經科的病 那腦 腦裡面有一些水翹都會壞掉 所以會變 逐漸 齒體會殘障 基本上是一個 這個 要命要重大傷病 看來 是多種殘障 有時候眼睛也看不到 耳朵也聽不到 肢體也會變形殘障 他找了72位的這種病人 從這72位裡面找出五位 也是病人喔 當作同儕支持員 把這五個人 生病的人挑出來說 誰有志願 我們來當 你來當輔導員 你來輔導其他的病友 他自己有病喔 結果你有病的時候 就叫你去輔導其他生病的人 他也沒有志願的 而且跳了五個 他們要受訓練 受什麼訓練呢 要主動傾聽 跟同理心的技巧 對不對 像我們在看病的時候 病人會爆一大燈 要有同理心啊 你如果跟他說沒關係 他就覺得你沒有同理心 所以能夠體會變得痛苦 需要同理心的技巧 這是要受訓練 所以他要受訓主動傾聽 跟同理心的技巧 然後呢 受訓完成之後呢 他要做一些工作 每個月呢 要打一次15分鐘的電話 給其他67位病患 他五個人嘛 分配 一個人要負責 12到13個人 每個照出去呢 去追蹤你 跟你聊天喔 不是小哈囉而已喔 15分鐘喔 我看我今天說一整分鐘 要說這樣喔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你對你疾病的看法 對你疾病的癒後啊 那萬一真的殘傷怎麼辦呢 深度的傾聽 然後這個研究呢 持續的三年 結果呢 在比較說 這五個人 跟其他67個人 你覺得誰比較快樂 所以比較快樂 所以 很奇怪喔 你自己也知道病的 叫少奶奶 居樂部對不對 總共病友對不對 病友在照顧病友 然後這個發現喔 欸 這三一虎喔 我看你跑 別人叫我別人 後來發現喔 欸 這個喔 能幫助的別人 得到快樂 我們看他這怎麼做喔 這個叫喔 對於生活 這個叫適應性 這條石線呢 是這五個人 追蹤了在第二年以後 你看他這個適應的 他雖然有病喔 但是他對這個苦痛喔 比較能釋懷 那這個 其他67個人 就這條線 他一直在執怨執 執害自己的疾病 所以幫助別人 是最大的救贖 幫助別人 是最大的救贖 你看 這角色扮演 你看這個也是 你看 越來越 甚至於說 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呢 忘記自己的苦痛 好 所以你看 欸 下面那67個 也是這條線 那這個呢 是幸福感 這最重要的 覺得自己過得很好的人 他忘記他自己也是 可能會殘障的 結果越來越幸福 越來越幸福 所以我們從這個實驗 跟前面的實驗 幫助別人是快樂 但是你要心甘情願 好 那如果說我們用孝順啊 又要靜啊 又要安心的話 就是你要找到 那你心甘情願的理由 你不要 因為他是我父母 所以要孝順 這樣叫懶惰 這樣就沒有想清楚 就沒有想清楚說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 因為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跳太快了 我們要想清楚 我們為什麼要孝順 因為孝順來幫助兩個 曾經幫助你的老人家 那越幫助他的話呢 其實你會越得到更多快樂 所以這林肯的一句話 他說 英文說 to ease another's heartache 解除 減輕別人的心痛 is to forget once 就是忘掉自己心痛的最好方法 你看那個豹 那隻豹要吃鹿對不對 那個媽媽是不是很危險 對不對 可是呢 他發現說我這種行為的話 在幫助人家說我的痛是不見的 我的恐懼是不見的 所以助人為快樂之本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不要講孝順 我們在講說 幫助兩個 你最親近的老人 那其實呢 是有一個機會讓你得到快樂的 快樂的 好來我們看這個 現實生活是有的 微笑哥 背103歲的父親理髮 看父親享受陽光很值得 你看這個 103歲 行動不變啊 然後呢 把他背去禮髮店裡面 想說讓我們把真理好頭髮 很快樂 看別人快樂自己跟著快樂 那邊想說 你這些行動不變自己很辛苦 所以看別人快樂自己跟著快樂 你就是人機機能力盡力 我這微笑哥 微笑哥 所以呢 孝順呢我覺得是一種 最大回憶是你 你如果跟你的父母幫助他的話 你其實是會得到快樂的 但是呢 只有心腸好沒有用 我們來看 我們在照顧老人家 其實有更嚴肅的課題 我們的老人家可能是失能 或失智 這就不是只有你心腸好 孝順就夠了 可能要更多的專業 更多的專業 全球失智患者激增 一年耗掉一個台灣的總預算 是一個很耗費的 這是一個中式的主播 前主播女兒 媽媽65歲失智 怎麼樣 在母親節前夕 當初要演講的時候 因為想說剛好接近母親節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題目 那也是他說 媽媽65歲就罹患失智 39歲他說 媽媽現在的記憶體留在15年前 媽媽看著她也認不出她是誰 要提醒媽媽 我是你女兒 媽媽才會叫出她的名字 前主播林書偉的媽媽 才60歲就罹患了失智 讓她完全無法接收 家人也不願承認 只當媽媽真的因失智而迷路 而流浪接通 家人報警協詢後 才認清媽媽真的病 所以這時候 就不是只有孝順可以解決問題 不是帶她去看個醫生 那拿個藥就可以解決 你可能要更多更多的專業技巧 才能夠孝順 要不然你就會跟那個 一開始我們那個新聞一樣 最後兩個檔洗洗也喝 這也是 常常都看到這種新聞 那失智呢 我們從這個地方跟大家介紹一下 失智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病 我們現在其實不叫失智症了 現在叫認知障礙 這新的歌叫認知功能 認知就是你的思考 你的判斷跟語言交談的能力變差了 所以可能是機性不好 雖說雖說回去 見光說回去 然後可能是情緒失控 容易陷入憂鬱症 容易妄想 把人家偷你的東西 還有什麼 有外意妄想 有背頭妄想 有基督妄想 所以呢 其實跟這樣的人相處是很累的 是很累的 換卷 在家裡面看到這窗戶 在台灣以為說有人潛入 那就疑神疑鬼 然後呢 情緒容易失控 一句話不對勁就馬上翻臉 講這些是回去觀察一下 家裡老人家是不是有這種傾向 可能要帶醫院做個篩檢一下 及早介入的話效果比較好 好 那這是去年7月一個新聞 這是一個那個 桃園一個獨護專的女生 因為是單親啊 爸爸工作 媽媽走了嘛 那就阿公阿媽撫養 阿公阿媽撫養 那結果呢 阿公後來因為生病死了 那就沒有人照顧阿嬤 所以家人決定呢 失智的阿嬤無人照顧的話 就把他要送到安養院 安養院 結果這個女兒怎麼辦 他把斬殺後跳樓雙亡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辦法 老人家就綁著阿 就是 那我怎麼可以忍受 我的親人遭受這種待遇呢 那他要放胃管阿 所以簡單的 大家試試都 結束 好 我想 我們還是要了解說 其實有很多解決的方法 那這裡面 我們當大家講說 如果發現 你的能力 不足以照顧你的長輩的時候 有哪些選擇 不是只有 心瓜喝的要有能力 這個呢 有一個精神科理師叫楊聰彩 他說 其實呢 送到安養院是一個選擇 但是我卡在說 這樣不好 其實我跟我父母談過這問題 他們都不要 他們都不要 那我在醫院 我在醫院也跟我們有辦很多 那個 那個我們的院內員工訓練 然後說 那個介紹如何照顧失智症 然後也介紹 我們都要了解一些機構的如何照顧 然後呢 事後問卷 所以如果你的父母失智之後 你願意把他送到安養機構的請舉手 都沒有 可能 我們還有可能說 做不好耶 好 那你不送去 然後呢 在家裡面呢 讓他餓肚子 沒有人 因為要上班嘛 對不對 那這樣就是孝順嗎 喔不對啦 有這樣的 所以呢 在現在社會裡面 可能你要更務實一點 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機構 其實也是要孝順 也是孝順 他說呢 這個舉例說 九歲老公呢 健康狀況越來越差呢 很多慢性命都有 智能退化無法治理 那老公呢 跟他的太太 也是八十多歲的 住在長子家裡面 外老換過幾個座 好 長媳呢 也幫忙 但是還很難照顧 照顧的周全 三個子女呢 不等不開始討論 要不要送到機構去 要不要送到機構去 那為了證明家裡 你為了證明家裡照顧得來 換句話說 他在孝順是在逃去 傳出去說 你來到了 往上去那個 那領你的壓力好大 所以呢 為了證明自己照顧得來 怎麼樣 那阿嬤天天緊盯著外勞 越盯越煩躁 整個人像驚弓之鳥 吃不下也睡不好 最後有長期出馬 陪他去看精神科 所以說過了 會逃去 就堅持不送安養機構 結果靠到自己 其實我常常在醫院 要幫人家申請外勞 那你申請過以後 家屬都 感謝你 我都被感謝得很心虛了 因為我家 搞不好 你們家災難才要開始 真的 我聽到太多 那個外勞來到家裡面 跟他不合 或什麼 那很多問題 有人來 太漂亮了 那個人就擔心了 不漂亮 或不能幹的 人家也擔心了 所以呢 請了外勞說 你幫他寫申請過 大部分會感謝你 可是我都常常覺得 搞不好這是在家裡 開始 開始雞飛狗票的開始 這也是一樣 很多人就堅持不送機構 然後來找外勞 照顧 結果呢 就盯著他 什麼時候會餵東西怎麼樣 搞到自己也得精神病 焦慮 焦慮 所以呢 我們想說這個也是 這個怎麼樣 兒女送父母去機構是大不孝 為什麼呢 為什麼太太這麼堅持呢 為什麼 這個誤傷其內 他會送他老公去 以後他也會被送去 所以在維持他最後的尊嚴 這個是實際的情況 在送機構的過程裡面 常常是太太或他配偶不同意 那我們覺得很奇怪 你也照顧不了 為什麼不同意呢 你怎麼都在你啊 我想就是你看待機構 也是那個 那他們認為說這個叫笑 那如果說你 但是我們覺得實際情況是 我昨天 我昨天再去看一個機構裡面 就是 禮拜二前天 看到一個機構的住民 他禮拜天才住進來 那我禮拜二去看到他 你知道怎麼樣嗎 那間腳趁脾這樣 看那個都軟了 看到都亂掉 那就在家裡照顧 那最後去失憶 清創 那就是什麼 因為要笑到 那後來還是要送到機構去 那我們不是強調一定用送機構 而是要量力而穩 發現不行的時候呢 要趕快求助 這也是孝順 那你會怕 怕我怕我 怕我怕我 你其實沒那麼膩 怕我難力不好 結果才是真的不笑 才是真的不笑 那鏡周刊在這一期呢 有出一個這個專題 我學也是他 跟網信友話說 照顧不離職 好 像宅我 那個手上三年太辛苦了 對不對 那有些人呢 極端的孝順 外老照顧不好 機構照顧不好 我要自己照顧 那自己照顧好不好 自己照顧好不好 好 我想這沒有標準 大家只是留給大家思考說 你可能不要 用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理由 或說自己都說 我自己不了理由 來照顧的話 可能會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今天就舉這個 送機構有些人是抗拒的 所以他就乾脆自己照顧 那照顧結果就是離職 離職嘛 那我先講結論 荷蘭呢 現在比較好的方式呢 如果說家裡有 身心障礙的人的話 需要聘請外老的 你拿到這個慘障證明之後呢 你就會有定額的補助 那這個照顧者呢 可能是外老 也可以是自己的子女 所以子女照顧的話 可以淋清水 這個最好 這我看到目前為止 大家再解決問題 這最好的 他在照顧父母太子 是淋清水 我記得很奇怪 我花錢請外老呢 是要花錢 可是呢 政府補助的話 你就離不到 如果是你自己照顧的 那荷蘭政府 他就想到這 因為自己子女照顧 總是比較好 子女比較好 所以呢 但是這議題裡面 到底我們在照顧父母 為了競效到 要不要離開我原來的工作 跟我原來的社會 脈絡切斷 那這個呢 是說 找了幾個例子 45歲的一個保險主管 照顧80歲的媽媽 一度讓自己 深陷絕望的幽谷 他進孝順 也是一樣 到最後搞到看精神科 你知道嗎 好幾次我只是出門 倒垃圾短短10分鐘 媽媽就不見了 最後呢 我實在是逼不得已 只好在門外加裝一個鎖 那天呢 我離開家 轉身拉上門痠的那一刻 眼淚忍不住一直掉 我把媽媽像狗一樣關起來 最上班不安啊 所以離職了 所以就離職了 你告訴我 我還能怎麼辦呢 所以我說 我現在在長照2.0 其實很多 我們真的在實際照 很多很多議題 會慢慢浮現 我今天今天只是拋個頭 讓大家思考 如何孝順 勞動部呢 前年推估喔 台灣1153萬的就業人口中 就你辦喔 2300馬上1153 略有兩層需負擔照顧責任 其中呢 因照顧而離職者更高達13萬人 而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就加總統計 光是去年 台灣因為照顧親人自殺 或殺人的案件就高達20件 這個常有啊 那個日本不是也是這樣嗎 那上個月一個新聞 兒子照顧負心到最後 為什麼呢 你明明想盡笑了 為什麼到後來你人性把他殺死呢 你這種痛苦喔 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在照顧負心裡面的心理壓力很大 心理壓力很大 比起往年暴增兩倍以上 我不是在嚇大家喔 我們上個學習是上個掛叫浴掛還記得嗎 那浴掛是什麼 準備充分了你就會快樂 準備充分了你就快樂 所以對這個議題的話呢 我們開始要做準備了 你要準備充分了 一說我沒有父母 你也會成為人家父母 你要把自己規劃好呢 免得讓子女齁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你 很長老金啊 你交代很清楚說 我到時候呢 我怎麼樣我就做癢癢 什麼都是 你會讓你的子女很感恩 很感恩 為什麼講這麼講 我的月母 我月母在突然就心肌梗塞 就有一天 我在容宴上 突然心肌梗塞 他很涼香 他很滑 不舒服 他就整段心肌梗塞 我們就趕快 我就請假回去跟我太太去看 我月母那時候在容宴上班 他就送到容宴 那去容宴的時候呢 他大概十二點 中午十二點就送去的 我們到的時候大概兩三點 等一切都安頓好 就準備送交互病房 結果在等待送交互病房的時候 我月母就跟我說 他這輩子過得很好 我月父很疼他 我月父已經先走了 他覺得他這輩子很幸福 兒女也很教順 他女婿也不錯 兒女也不錯 萬一就是我走的話呢 不要辦什麼告別都不用 我要海葬 如果有人問說 為什麼這樣 就說是我決定的 那這樣就好 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 雖然送到醫院 雖然心肌梗是很嚴重 也不至於這樣 結果半夜兩點多的時候 就突然心率不準 人就走了 所以老實在 被人真的有預感 所以這次我碰過 最鎮定的老人 他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都搞得要這筆記 那他有交代說 他過世之後呢 過世之後呢 三天內一定要給我狗花 因為冰庫很冷 我最怕冷 你看到有人 我都搞得這樣 所以我到現在還很感恩 我現在在講的時候 覺得我都很感恩我的岳母 因為我們年輕人 我沒辦過這種事情 會很慌張啊 對不對 那冰多久 要辦什麼 我們都覺得 可是我岳母 因為我岳父過世之後 我岳母她可能也覺得 活得沒什麼樂趣吧 她就走 她說那送往醫來 確認不用 全部都不用 人在人情在嘛 那老人家那一輩子的時候呢 看到 看到你這個情緒 會來 涼憂鬆鬆 對我們年輕人其實不認識的 但是要我們這麼年輕 還要工作去應付這個 其實是很累人的 所以我們體貼的長輩就是這樣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所以我們全部按照 他怎麼都辦完之後 他選擇海葬 我岳母 他過世二十多月 他是思想很先進 我就 大家火花後 要求婚後 就去桌村 去從 那個 高雄高山出海 阿姨 阿姨那邊看電影 你不能賣 我賣 那 那個 哪一個人是公海 是可以用那個 就丟下去 就不會膽子這樣沉下去 那回來之後不得了 我才知道說我岳母 是這麼有遠見的 我一回來之後呢 因為我岳母過世沒人知道 只有我們幾個知道 粗鼻的開始喘了 笑人不怕辣 有些人要處理 我太太因為這樣快得憂鬱症 壓力太大 不行 不好 我只有跟我太安慰去話 這是媽媽交代 鄰居的話比過媽媽 話重要嗎 這是他遺言 你敢不徵照媽媽的話做嗎 他就釋懷了 你隨著孝順 你只是對你的 媽媽交代吧 你幹嘛對你的臭鼻交代 所以後來覺得說 我的岳母是熟悉人情世故 她覺得這種壓力會很大 所以她就早就交代好了 所以我說我們現在懂這些 你說這些可能又不上 我覺得早晚就有得上 你把自己交代好 我勞意 我本不理我四字被沖 你都搞得好 我笑人很高溫啊 真的會很感恩 做一個讓人家會懷念尊敬的老人 為了照顧家人的離子 一種看似簡單的決定 卻肯讓照顧者陷入無法翻身的困境 他講得嚴重 無法翻身的困境 他怎麼說 措施剝繭的問題在於 長久以來台灣照顧者去面臨那種困境 對內 限於孝順就是親力親為 對外 長照居家服務申請不易的政策缺口 每個人都很苦啊 可是每個人沒有 長照要申請什麼都不容易啊 居家做服務不容易啊 沒來實驗庫不容易啊 那所以都照自己來 那自己來用服務啊 所以照離子 所以又進入惡性循環 好 據OECD 就是那個歐盟 他們已開發過 加在2011年 正在照顧者提出的報告顯示 出於照顧問題的新手 最容易做出的 衝觸離子的錯誤決定 OECD的事情 照顧離子可能因此陷入貧困 跟精神壓力的陡生 貧困很容易理解嘛 你沒工作就沒有收入嘛 是不是 平均那麼遠 那為什麼會精神壓力的陡生呢 那這邊有幾個喘息照顧 今天呢 你看我們在照顧人家 比如說施政的話 你即使 你無法改變他的情況 你就是一個哀一個哀啊 那你怎麼樣呢 你一直面對就一直痛苦啊 後來會有人去把他 乾脆結束他的生命 好 那反 那反之後 如果他在那個時候 有人可以受傷手 可以受傷手 即便是一個小時 也好 兩個小時也好 那你繼續 三三步再進來 你就不一樣了 當你呢 專職照顧的時候 你就會陷入這種精神壓力 所以呢 在這個OECD 他建議說 為什麼照顧長輩的時候 不要離職 因為你去工作呢 就是在轉換心境 你不用一直面對這種長輩的 那種不助啊 因為你 那不是宗教這樣嗎 他慈悲啊 受不了 那你去工作的時候呢 換一下 轉換一下心境 再過來 這很重要 像我呢 我在醫院工作呢 我要被拍到外面去看診 那不懂的人都說 啊 你好辛苦 我說這你知道 這些珍惜啊 這些轉換心境啊 你在醫院呢 同樣的空間 跟同樣的護理 在醫院 跟那些全病人 大家做不了了 像今天被派去獄警 想要油三萬歲 如果沒有演講 我去南華爬個山再回來 轉換心境 我想這樣的問題 都是深 投入很深 所以他第一個講說 你不要輕易離職 第二 所有你經濟上 是無語的 就算你經濟無語 你還是會騙人 投入這種 沒有喘息空間的困境 沒有喘息空間 所以呢 民視呢 在上個月 上檔一步行 就慢慢不見了 長期 這個女主角 叫楊貴妹 楊貴妹 她在戲裡面 她說 長期照顧先生 楊貴妹發現自己離婚以後 那結果愛她先生 一直照顧她 結果發現 就讓你壓力太大 自己長 也得到癌症了 選擇在人生的最後一刻 做自己 因為你已經盡力了 已經盡力了 你不要說 啊 如果你冷血啊 沒有照顧下來 我已經應該盡得清了 我說要做自己了 好 所以呢 你去工作的話 你不要以為是不孝 你事實上自己呢 經濟上有保障 精神上很穩定 這樣的你 才能照顧好父母 我們做一個比喻好了 假設你要鋸一棵樹 你拿一個句子 鋸啊鋸啊鋸 鋸它鋸啊鋸啊 你家裡看不到 你這個鋸不來嘛 你生氣不來才會鋸 那你說我怎麼說 還沒有要聊時間啊 所以你用不來鋸 鋸都會鋸鋸 鋸到鋸也會鋸 這件呢 公欲三其四 必先利其其 你要能盡好孝順的身份 你要是健康的人 那如何能健康的身心平衡 對不對 去照顧父母 平常要照顧好自己 身體要照顧好 精神要照顧好 這才是真的盡孝道 不要跟你的父母同歸一盡 好 那這個議題呢 大家都知道 那 有人呢 在照顧父母的時候 也激發自己的創造力 我們看這個例子 也也失智呢 17歲的肯尼斯呢 將孝心化作行動 發明了這個 就是一個預防跌倒的 前面我們討論到說 照顧父母要離職 那這個的話是 在照顧的過程裡面 發現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是自己的親人 你如果交給外勞 照顧的話呢 他就讓他照顧而已 那這個呢 因為在照顧自己的親人 的過程裡面 反而呢 知道說 這樣的病人需要什麼 要去發明的東西 發明的東西 這是這個 Kennis跟他阿公 然後 4歲那年呢 爺爺牽著他的手去公園 卻忘記了如何回家 爺爺不記得 吃過飯沒有 怎麼回家 家人記得爺爺可能失智了 冬夜呢 爺爺在遊蕩兩公里呢 直到警察發現 然後帶回家 爺爺一直說 對不起我錯了 他心想有沒有一種東西呢 可以讓家人知道 爺爺半夜下床 這個現在醫院有在用的 這叫RFID 你那邊的掛床嘛 掛床的時候都是拔的掛床 有些拔的掛床 他拔的掛床 他拔的掛床 所以統計起來 半夜跌倒的場所 你也就測試 那是要尿尿嘛 那所以呢 醫院也需要說 病人一下床 我們就發現了 那醫院怎麼做呢 醫院可以從那種手環 是紅外線的 在你的門床旁邊 放在偵測器 那你手一起到 好來 等一下等一下 那就發送你走 爺爺爺要幹嘛 就先扶 那這個醫院已經有在應用了 那這早幾年的新聞 如果有沒有一個東西呢 可以讓爺爺 讓人家知道說 那一下早就發現了 他開始設計動作說 防走失望 他講那個話 他會有感應器 他感應器 帶著頭髮的時候 爺爺 快來講 15歲少年 發明被Google肯定 他到安陽院實測 所以發現有些人不愛穿襪子 所以他就開始改進 那這 因為孝心呢 也照顧了其他需要的老人 好 來 為人家有感應器嗎 感應器 他後來一年改良 產品上市大受歡迎 才高生 他竟收到哈佛錄取通知 這也是孝順的賽配 那不是孝順一點 而是說你愛你的 你自然想為他服務 爺爺最後在依然那段日子 Kennys 初步不離的陪伴子 坐在病床上 緊緊握住爺爺的手 唱歌聊天 逗爺爺笑 強忍著心裡的傷痛 也不省 只為了爺爺好好走 這是最後的日子 接著爺爺的手 走過12年的歲月 他主修大腦神經 為施政敬奔心力 這是孝順 所以我今天舉很多的例子 是孝順沒有一定的方法 你可能會從裡面 因為你要孝順的量 是只有你的父母 他覺得好 你覺得好就好 那旁人的那個的話 你就當作參考就好 那這另外一個是孝順的例子 台灣女孩呢 姚彥慈為獅子的外婆 設計餐具 美國療養院也買單 那時候發現老人家 他呢 施政的話 他手不懂嘛 拿東西 用來跟他搶著 做料理 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很貼心 很實在的設計 他怎麼改善這些問題呢 就弄打了 手不穩嘛 連杯子都弄打了 所以他這套餐具叫 It Well 吃得好 吃得好 這是台灣女孩 這是他整個It Well 整個餐具的set 這有玄機喔 他這個碗喔 的底是斜的 那一般是斜的嘛 對不對 考考大家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 當你裝東西的時候 會集中到這邊嘛 那你在櫃東西的時候呢 會這樣比較櫃 你斜櫃不起來了 所以這種你看小地方 可以幫大體貼啊 他把這個碗呢 就改成這種斜面的 好 湯匙呢 是弧形的 比較好 比較好 好 那這個呢 這端子很平 你看 一般是圓形弧形對不對 它是直線的 弧形的話 你東西會 因為是會走來走去嘛 他把它平的話呢 可以貼著這個 這個 壁喔 東西比較好搖起 就像這樣 好 這斜的嘛 然後這瓶了 所以這個湯匙可以卡在這邊 東西從這邊搖起 好 所以你看 它瓶了以後就可以切 就容易切得到東西 那你說這個很重要嗎 當然重要 對一個長者的話 這個切得好啊 這樣就讓它退化更快 我們原則是 讓它能夠維持自主 盡量的維持 讓它能夠這樣呢 進食能夠自己 它就退化比較慢 所以這也是貼心的設計 杯子呢 多一個杯墊 所以比較不會直接翻倒 這把手 多一個把手 不是只有杯子 一般我們這個杯子的話 就不好握 它多一個把手 效果就這樣 扣住 所以東西就比較不會 杯子比較不會翻倒 說起來不是偉大的發明 但是很實用 很實用 這個呢 這個餐盤呢 多一個袋子 因為車掉了兩天嘛 掉了很多東西 飯粒 可以收到這個袋子裡面去 都是很貼近的設計 所以呢 為什麼要這麼變聰明呢 他說全因為對外婆的愛 外婆的愛 所以呢 因為愛的話會來變聰明 變聰明 因為需要是發明之母 所以我們就算盡心盡力照顧父母的話呢 我們還是想到說 父母可能會 那不是可能 一定會離我們而去 所以呢 照顧者也要處理說 你很盡力照顧 但是最後他走了這一段 所以我們要探討說 這個終點如何 ending 他終究會離開我們 就是如何處理死亡的問題 那這個書記呢 就上書呢 說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說 五福臨門嘛 所以是哪五福呢 第一個是瘦 對不對 瘦命要夠長啊 應該吃了沒吃到應該看 二月父 都活了久了 什麼錢都沒有 還去抗爭 多辛苦啊對不對 二月父 錢要夠用 第三 三約康寧 康呢 是健康呢 不是活了久 還能走 還能來上課啊 那心情不錯 心情平靜叫你 三約康寧 四呢 四約修好的 好的呢 是怎樣 會樂於助別人啊 品德好嗎 四約修好的 來 第五點重點來的 為什麼 考忠命 考就是老嘛 得好死的意思 所以助人家好死的話 是一個祝福的話 祝以後很好死 不要不得好死 所以你看 考呢就是老嘛 老的時候呢是很好的 忠命 你的ending是很好的 要這五個齁 才是五福 有人前面都好 不得好死 我要喝死 這個很重要 我發現這一點 甚至於是全部最重要的 有的老人家 他撿破爛 還捐助 他過得不好對不對 沒有 沒有負啊什麼 可是他走上去很滿足 我一輩子在幫助別人 考忠命啊 很多 我們聽到很多那個 我們高雄有一個那個 阿嬤 支付餐 一兩十塊 啊 他自己過得很辛苦 要用負責 他叫他幫助別人 他們考忠命 對不對 他八十歲頭也沒說 會長壽啊 可是 可見最後這個最重要 考忠命 人生 我們努力這麼多 如果不為了就求得好死而已 不是求得不死 不是求得不死 我老公姐 我也是跟我媽相處的例子 我媽媽人家看到民視的電視 蠢黑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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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針 蠢黑暴露 我媽媽在看 蠢黑暴露 我媽媽在看 蠢黑暴露 蠢黑暴露 那就是很長 那這個我發現他有幾個特色 就是很久的 長壽 長壽劇 幾個八十 那就是 我問說 你回去看蠢黑暴露 我說 你這 看這幾個年紀 突然眼神 其實不會眼神 所以看起來 什麼 最重要 這 這 最後一集會決定 你對這部戲的評價 你看四百幾十 你知道哪一隻眼神嗎 哪一百隻眼神 不知道嗎 你又結局怎麼知道 那我們人 何不 何場不是這樣 你外七十幾年 你最後留給世人的那個身影 是最重要的 考忠命 考忠命 所以我們要想 我們如何考忠命 這個是現在聯合醫院院長 他說什麼 想要好走 連一一九都不能教 這是一個 這個醫生叫 黃聖堅 他也是金山 台大金山分院的院長 現在當台北市聯合醫院的院長 已經升官了 外型很療癒 你看他外型有療癒嗎 一位熊貓 好 多多 白平頭 白老蟲蟲蟲 配上遠滾的身躯 如空其進的龍貓 外型很療癒 他三年前呢 開國內的先例 在金山醫院 發展社區安寧 什麼叫社區安寧 我們現在安寧病房是在醫院裡面 有一個專門病房 癌末的 我說不自私在那邊 要再跟人家 對嗎 最近住在太大院 安寧病房 那裡沒什麼事 你都在家 他講社區安寧 就是社區裡面有一些 比較那個的 不自私 我說那個 在自己家裡面 當安寧病房 叫在地老化 他帶領醫療團隊 走入末期病人的家 陪伴他們安寧死亡 人生最後一頂路 不受無效醫療的折磨 不受無效醫療的折磨 我覺得很意外的是說 阿公阿嬤在家裡死的時候 都是帶著微笑的 靠重命 這次啦 育人不俗 沒有緊張 最後走的時候安寧 他就好了 Ending的時候是好的 金山是個鄉下地方 我們跟很多老人說 阿公阿 你要遮身的時候 希望留在我們醫院呢 還是送 留在家裡呢 還是送到醫院 結果怎麼說 不要 我要留在家裡 每個人都想留在家裡 我們當初一天很苦惱 為什麼呢 莫及的病人留在家裡 誰照顧 他不是說死就死 不知道 哇 幾個重點又亮了 還要死了 還要死了 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要照顧多久 對不對 所以可能有十天不會死 結果病人說 院長 你來家裡照顧我 好不好 後來我們的醫護團隊 就嘗試在健保 還沒有給予的情況下 到末期病人家裡照顧他 這個社區安寧 他的家就是安寧 他最終了 他不要再搬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們常常在醫院裡面 有病人晚上說 兩間說 不用 你不用兩間你在家 你的陌生就回到這裡了 就這樣 在宅安寧 我從醫以來 大約已經經歷了四五千個病人的死亡 最近三年 照顧了一百例在宅往生的人 他們臨終前 完全沒有到醫院接受什麼 飛機大炮式的治療 這說得最重要 你知道嗎 你叫我車來的時候 我以前是機智了 我知道了 還沒到一座 在門口等你 來的時候 快炒功 快燈什麼 來 先開火燒 把他刺到變得滾了 然後 這炸功的時候 有了 嘴 沒辦法敲開對不對 硬把它敲開 結果 都滾了 那個都有 啊 嚇的時候 吹去人家斷一百 真的 大家都有看很多的了解 那最後是有沒有救回來 沒有 沒有 那十幾個月救回來 你還吸到它 又走又跳嗎 沒有 這個五小醫療 叫飛機大炮式的醫療 我覺得意外的是 阿公阿嬤在家裡死的時候 都是帶走人 像我們本來 這個重複了 我們以前在家務病房 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在對死亡過程的干預 你做這種東西有沒有死 還是死啊 那死的不安心啊 給太多水分 太多治療 太多的營養 造成病人的負擔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例子 我姊姊過世 我姊姊他都要乳癌過世 也是這樣 三十六歲就過世 他們過世 我們捨不得啊 搶救啊 他是乳癌 多處轉移 我們如果理解 這樣的病大概就會走了 可是知道他走的時候 還捨不得 飛機大炮式 結果他當中 才四十幾公斤而已 灌十幾公斤的電梯進去 所以他最後走的時候 我媽去看到我覺得 好淘汰 我說這不行 這不行 這不行 整個人樣子都變了 都變了 但是最後很多東西是說 我們不是有那個禮儀師嗎 最後那個進入太平間的時候 化妝燈 像公主一樣 最後我對我幾個印象 留在很美好 所以這個是在功等 也是說 為什麼 因為先有人把它弄得太腫 才是需要這些禮儀師 才把它消腫 過去在教育病房 搶救生命的過程 看到心跳回來時很高興 我自己路上是這樣走過來的 但卻沒有想到 後來會造成 病人多痛苦的幾個月 倒在那裡不可以頂動 倒在那裡 家屬的怨與恨 我們採訪到 自然死亡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 生命一定包括死亡 所以不是臭眉筒 但是大家真的要好好思考 其實要照顧生命的默契 不是沒有選項 我們的艾西卡 健保艾西卡 可以讓你慾立 慾立安寧緩和醫療 即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我們簡單就是慾立意願書 你可以去健保險 就注明在你的艾西卡裡面 免得你不得好死 我要求我的醫療團隊 第一次到家人家裡 或病人 來我們醫院的時候 假如他可能是前在的末期病人 也就是他一年內可能死亡 所以這有前提 不是說台灣的 他是前在的末期病人 我們第一次見面 就要跟他說 你有你的善終權 善終權 你可以有選項 至於要不要簽 那是以為是 你要先知道你有選擇的 假如病人有簽署意願 我們跟他談 把最壞最壞最壞的狀況都預備好了 甚至連死前都不要打119 要不要打19都要計畫 因為你 當然你的生命交給陌生人之後 那就沒完沒了 為什麼呢 他這個例子很有趣 我們碰到的第一個案例是 有一天我接到病人的太太來電告知 他先生往生了 我說好 往生了嘛 所以他要去安寧照顧了 我說我馬上過去 結果這太太慌慌說 他女兒忍不住打了119 忍不住打119 看我們回去很辛苦 結果現在119弟兄要幫他急救電擊 問我該怎麼辦 他說 想要臨終前不受診 我連119都不能叫 結果他怎麼辦 我只好在電話中跟119弟兄說 讓病人家屬簽名證明不接受急救 才讓病人逃過肋骨被壓斷被電擊的情況 因為你要是沒有這個 結果現場第一線人員壓力太大 我以前在農民醫院常常照顧那個沒有家屬的 要不要救 要不要救 萬一沒救了他 你叫他們的相性是誰 這樣就不定了 是不是 所以一般一線人都會講保險一定 救了以後請他以後再說 但是第一線碰到這種地方大概不敢不救 不敢不救 而且他說如果你有救來 我確實不想救到海 結果想到 有一種阿花因為生病 三年沒有走出家門 他的心願是如此的微薄 只要走出家有人馬推到外面看到海 他怎麼會死啊 一個末期的阿公告訴我們 他的心願是吃美而美 講完希望在病人生病末期有限的時間 幫助他道謝道愛跟道歉道別 最後走得平順 這些也是我們孝順的子女應該要知道 有簽署有計畫 其實到最後需要進教訓病房就很少 也希望今天你聽完演講之後 你就發現其實孝順 既有很多很深入的思考 很多深入的思考 我在金山醫院三年多以來 有一百多個末期冰人 臨終前沒有插過呼吸管做急救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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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